聶Sir,不如我們談談信譽光學 因為投資者,持有的都多 他昨天就出了一個數據 其實你覺得怎樣解讀他的數據 因為譬如手機設備股 大家都覺得未來的下半年 有一個比較大的增長 你會覺得現水平是否值得吸納呢? 信譽其實有 其實你從股價走勢來看的時候 基本上它的股價走勢 就比起那些利好消息超前了 變成現在一路出一些好消息的時候 可能某程度上市場已經預算了 所以不會對股價構成一個很大的設計作用 而且現在的市盈率也算是42倍有多 再加上似乎市場上也有不少其他股份 都是一個低的水平 都是有一個吸引性 變成它的股價來講 傾向上售額的機會就會比較大一些 如果你說比較上是適合些的位置去買入的話 看有沒有機會 就介乎是210到215元之間才考慮吸納的 值得留意最近三四個交易日 它一來跌 二來就出陰軸 另外三來也看到成交金額是有一個萎縮的狀況 所以價跌加上量縮的狀況 可能短期就真的只跌到 跌10多元也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入市之前 可能有些耐性等一等 看看位置才會好一點 雖然第三、四季就是手機出貨的高峰期 但是看到昨天出了一個數目 其實7月的鏡頭出貨量 連跌了兩成二 可能市場也挺失望 所以現在早段的股價也跌了3% 持貨的投資者可以留意 沒錯 是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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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